Hello 大家好 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会把青岛误以为成山东的省会 而其实济南才是山东真正的省会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今天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介绍青岛和济南这两座城市 看看究竟谁才是山东的第一城 那谁更合适做山东的省会 对于济南和青岛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青岛 对于济南可能就没有多少了解了 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 其是一座拥有厚重历史和独特美景的城市 而在济南众多的美景中 其济南的八景更是文明天下 除此之外 济南还因泉水多而被称为泉城 而青岛则是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 其有着非常多的现代化的称呼 比如世界啤酒之城 中国帆船之都等等 青岛输运系统完善 水路公路 铁路空运 输运网络发达 所以说青岛的地理位置 可谓是得天独厚 地理位置优势显著 那正是因为青岛较强的现代化 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青岛成为了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重要支撑点 正是由于青岛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 青岛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大刀似乎已经超过了济南 而且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 青岛也强于济南 比如拿最直接的经济数据GDP对比来说 青岛2019年的GDP为11471亿元 而济南只有9443亿元 青岛是远高于济南的 而现在青岛已经进入了新线城市的行列 济南则还在二线城市徘徊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啊 很多人认为青岛也适合作为山东省的省会 但其实济南在近几年的发展势头 也是非常迅猛的 其GDP也是超过了烟台 成为了山东第二大经济城市 在将来啊 超过青岛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于青岛与济南 谁更适合做山东省的省会 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在评判时一定要有着长远的眼光 不能只看一时的得失 还要考虑诸如历史人口地理位置 在国家的定位等等因素 只有这样呢 才能发现那个 整整适合作为山东省省会的城市 好了 视频面前的小伙伴们 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大家济南的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